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松 今天要过来这边逛一逛 要先去那边看看 贝壳 这个是 哇好有艺术感哦 漂亮吧 它都海星 蛤蜊啊 哇哇哇哇哇 剪啊剪啊 哇哎剪啊 哎呀 这个是沙罗的壳 蛤蜊 哇 一屎罗的壳好漂亮哦 太漂亮了 刚刚跟着那些浪花捡了好多东西 现在再去那边看一下 缩纸线 还是一个宝宝来的 太可怜了 一只腿 如果是石头线这么大是可以带走的 这个就不要了 骨头 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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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跑进去 差点被咬 哇好肥哦 你别看他小 真的好肥哦 哎呀 有发现 搁浅了 哎呀 哎呦 三四两的黑鸟哎 还不错哦 去打点水啊 啊这石头帮不动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出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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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嘛 出来嘛 哎呀笑哦不停出来哦 不停出来哦 还可以后空翻啊 你看 起码要吸八粮 哎呀 这里 缩仔细 这个个头可以带走了 缩仔细 比刚刚那只大了 唉 哇 怎么吃这么多鱼啊 骨头 哇哎 哎呀 还一条这么大的是这里 哎呀 活的 哇哎 这里还有 哇那里 那边 哎 有这么多鱼啊哎 这里还有一条哎 哎呀 这条活的 这条活的 哇你看 可能是被搁浅在这里海草太多了 啊自吸了 不吸不了 你看这条 死的时候 那个嘴巴还是朝上面的 感觉他们好困难啊 哇 哇哎 喂鸭子是最好的 啊太多了 啊太多了 四十九啊 56 Todd 哇 159条 哦 哦 哇 哎 好了好了再继续啊 你看这种海草 压根都不敢关着脚走啊 好怕被东西咬到 看都跑进去的 出来出来出来 哎呀哎 闪暖的 不要动了赢家的胎戏啊 走吧走吧 好累啊 我不想找了 上去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三条黑雕 应该有一斤多了 还这个大块头的青线 还有一些全一压被火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们收看拜拜 来开始赶海找货 你看 这些水母都还是活的 今天搁浅了这么多水母 你看这个还有点呼吸啊 你看现在还在沙子里边 但是他很快就被海水冲了冲了 他就跑到上面来了 这里搁浅了好多蛤蜊啊 我以为这个也是 这些还挺像的 你看 哎呀 会吃水啊 这个也是 不太小了 这可以 视角哦 虽然它是小品种的螃蟹 但是这个也实在太小了 应该只有一两毛啊 他刚刚被割醒 如果他找不到石头的话 他会握在领地 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螃蟹的硬子来的 寄清楚了 啊 你看一下是什么螃蟹的 一 一 石头蟹 你看这 这种石头蟹 颜色不一样啊 有点青色的 对不对 有点像青蟹 这一只更小 我看这个硬子还挺荒的 我还以为 这什么大的螃蟹呢 还是小小的四角 终于来一只大的了 四角 哎呀怀硬的 好不容易抓了一只大的要怀硬的 你看 好多子只啊 你看这个才是我们港海的目标嘛 哇 哪想到它是这么大的 你看 这腿 你看 这腿拉开都有50公分嘞 哈哈 这才叫真正的大长腿 狼花蟹 如果不是近海期的话 哪有机会抓到这么大的 哎 终于来螃蟹了 这一只就比较有安全意识了 你看 它不但躲在石头里面还 哎呦 差点就被它夹了 你看又走回去 它有安全意识了 不但躲在石头洞里面 它还会握沙子的 不过没有用啊 自带阻绝光黄 所以说特别的明显 哇 哎 又是这么大的 这些地方 应该都有破甩队的 那我看一下里面啊 哇 哇 都是这么样级的 它腿这么长我好怕被它 反过来咬得我了 很少有机会是这样子的 可疑不可惜啊 哼 这么小的四甲红 走吧 何来的 哎 这种螃蟹的损活力很低的 几个小时了肯定挂掉 一开始不知道是抓了哪一只 那一只是最大的 可能是这个 这个长度肯定有半米嘛 好长的 对不对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冲 感觉的有点中暑了 先到这里哦 谢谢大家拜拜 这个有一只螃蟹 不是因为它多都没有技术行量 可能是因为水流太急了被冲开了 嗯 自己跳上来 也太凶了吧 个头瘦瘦小小的 还这么凶 这个也可以带 看了一只螃蟹跑进去了 嗯 哎 还是跑到那块石头了 啊 石头蟹 马上就开始戒备了啊 极西双腿 嗯 四甲黄脸 石头蟹 哇这里一堆沙子黑黑的你看 螃蟹洞来到了 哇这一只大的四甲 今天的石头蟹还挺多的 割起了一条小鱼啊 哎 一鳗鱼哦 这种鱼扎眼含痛的 我非常喜欢吃 可惜太小了 把它放了 哇 那里有螃蟹你看 哎 有一条泥鳗鱼不知道被什么咬了它的尾巴 哎 难怪它这么温顺了 它不知道我来了可能 好大的黄花蟹呢 这个才是量化嘛 把这个放了 你看没有尾巴的你慢鱼 鱼 今天的石头蟹还挺多的 是假虹吃这种螃蟹的话 很多人只是要要那个腿啊 其他的部位不要 没有肉的 这坑很挺身 哎呀 有鱼耶 啊你看 哇塞 哇这怎么猪啊这么快 嘿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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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 都是没有停的 来 来 来 我乖了 我乖了 哈哈 一楼 我一招了 你 我一招了 我一招了 那 这边 你招了吗 没有 哇 你招了很多鱼 你招了 你招了很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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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招了一条鱼鳗鱼 挂掉了 还有一点呼吸 你看它的鱼鳃 就不合了 还好吃的这种鱼 对不对 吃还是可以的 几十块钱一斤 在水底都看到它这么大 如果捞起来的话 起码有个长四斤我估计 太可惜了 铺了一个小时都没有铺到 看来今天是没有口服了 今天又出来挖蛤蜊了 上背 小的大的 丢回来了 这两个 哎呀这一栋对不对 这个已经快浅到沙子里面了 呼吸孔看到了吗 这么大一头肉 蛤蜊 哇这一大坨肉 刚刚摸到了 圆圆的 又一个是这么大的 这个时候它最容易握沙子了 因为刚刚退潮嘛 我今天是来完成任务的 给邻居伯伯搞两斤蛤蜊 他一个人在家 老伴呢去广州带孙子了 他也算是独居老人 哇这个大 哎呀看来找对地方了 哎呀好密啊这里 找对地方就直接发财了 你都咔嚓就 上货咯 你看 别看人家上货这么过瘾啊 这可是找了不少地方才找得中 哇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种 你去上货好爽 啊 黄金贝啊 这个太小了 这可以带 哇又下鲍鱼了 一个蛤蜊 你们吃过贝壳粉吗 贝壳粉就是照这个做的对不对 好漂亮 啊 要来两个马上要下暴雨了 要回家了 我来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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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东 回到家里天气要变晴朗了 以为今天会下暴雨 刚刚给蛤蜊给邻居伯伯的时候 他给钱给我 我没有收 人家不会收了 对不对 他平时也给了我们不少东西的 邻里另外是应该找我家住的嘛 并且 付出一点点劳动力就可以帮助到人家和乐而不为了 对不对 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乡下无盐沙汤 港海咯 哇 晕海吗你们 头晕不晕啊 黄金贝啊 他的表面还长了一个生蚝哦 但是没有肉了 是空壳来的你看 我都有点晕了 哇这么大你看 这洗缸进来挺漂亮的黄金贝 哎你看 黎明蟹啊 哎 你看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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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把它踩死了 哇你看他的腿张开这么宽 太漂亮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冲 最喜欢这种天系港海了 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所以挺舒服的 这个躲得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非常明显的 收紫线 这应该有4两 这个东西也可以知识的 像海绵呀 本来是红红的黄金贝 结果伪装成这样 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哦 厉害吧 大南瓜县 你看他在洞里面 干嘛呢 我刚刚看到了好像有一只棒吐鱼的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在洞里面都看不起有这么大的 哇这个最少都要三四十公方长了 黄金贝 这太小了对不对 比那些小的太多了 哎呀这里 你看他在什么地方他就会伪装成什么样子 这可能也是他的技能之一 这边 哈哈 哇 又直大的 你看看 哈哈 哈哈 收紫线 这家伙的动作这么大 你看 今天的螃蟹都是这么大的都没人抓 南瓜蟹是远海蟹来的 如果不是这种恶劣的天气的话 好难有机会看到这么多 你看 花财了今天 现在准备下雨了 今天没有带雨衣出来啊 回家了 谢谢大家拜拜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葱 好久都没有去勾青蟹了 看看今天 有没有青蟹勾啊 今天的云朵很漂亮 对不对 今天的云朵很漂亮 别看这水清澈见底啊 很深的 这里肯定没过我的靴子的 所以我要走边上 哎你看 这里面有个大青线 先看一下他洞口的脚印 这些都是他的脚印来的 啊 看到没有 在最里面的啊 那边还有个小口 但是这边他出不来 要往那边躲 要躲到这边的死角 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带钩子的话是不好弄的 啊 里面出不去了 你要搭这里面干啥呢 哦 好像擦霜了他的身体了 哦哦哎真的是你看 出来了出来了 哇哎 好大一只可惜了 这可能有一只 没指螃蟹吃了 兰花蟹来的 看这腿的颜色就知道了啊 这些地方不好勾钦线不像岩石哦 因为这里很多沙子他不但躲在洞里面还会握在底下 所以增加了他的难度啊 这些地方也很容易长螃蟹的 哇这么深 刚刚从这边跑了一直大的过来啊 哇出来了出来 哎 哇 想不到这么大的 我刚刚搬石头的时候呢太重了我撑不住 然后就把它丢下来差点就 把它压碎了 还好没压到 你要小看这些地方啊也非常有潜质的 哇 把钉螺都勾出来你看 水好轻哦 直接看就可以了 啊 你看 把他腿搞断了 这里面看不到把他的腿给砸断了 海边都有喷泉你看 怎么今天这么闷了 感觉快中暑了 回家外螃蟹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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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说 有一个孔的这一只呢 他就不要 另外一只也是贱卖的 那小的 那小的就更不值钱了 我就 干碎就不卖了 全部拿回来吃啊 像这么大的青械 两只加起来可能有两斤 平时都可以卖 80到120块钱一斤 那现在是进海期 那也最少可以卖150块钱的 那两只加起来肯定有几百块了 但是今天他给的价格实在是太低 所以我就不想卖 就拿回来犒劳犒劳一下自己吧 反正我也很久都没有吃青械了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比比虾 你看 这么大 没有高的 哎呀 不要被他弹到了 他的尾巴有武器的 打点水 嘿嘿嘿 他给你跑我 你看 四甲红 石头线 他是螃蟹中最凌驾的了 啊 这太重了 那看到没有 这 小心 你看 这里 早吃掉 哦哦你看 他夹住了贝壳 我一夹他腿就断了 哇 哇青械哦 死掉了 多可惜啊 太小了 哎 对不对 反应很快的 哎 对不对 好了你一次抓不到的话是没有希望了 这个也是螃蟹洞 这个也是螃蟹洞 谢谢好 石头线的话个头它不是很大的所以这种可以带的了啊 这里面 你看 石头线 都是石头线 哎 一 这有螃蟹 你看你看 哦哦你看 这个是梭子线 我看你往哪里跑啊 今天的石头线 今天的石头线 又放浪了 好久都没看到这么多石头线了啊 躲了一条石 躺在这里你看 我站都站不稳 你看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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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 这 石脚红 看得到吗 这里啊 哎 好了这边了 啊又是石脚红 哇今天真的是很多石头线 好久都没这么刷了 好久都没这么刷了 刷到我都不想抓了都是石头线 这里也有一条小的石斑鱼 不要爬我把你放了 等一下你割醒就死掉了 啊 刚刚你那个大的兄弟没抓到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 差点就掉了 嗯 摇到一点一点腿断了 爬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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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实质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松 我们这里的石头蟹隔离很多的 但是像今天抓这么多 也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过了 好像距离现在有一年了吧 上一次爆头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